大家好,又来到五间总结这个环节 我们先来看看内地收市的表现 美国股市昨天是个别发展 原油期货轻微上升 受到这个带动,今天户心两市轻微高开 但见到在假期前大部分投资者都是以沽望为主 受到水泥板块不断下跌的影响,拖累了两市下挫 户子跌破了2350点水平,最低见过2349点 而三大指数半日收市轻微下跌 见到上证织合指数半日跌8点做2356点 深正城市跌2点做10284点 沿沪深300跌8点做2580点 接着看港股半日收市的表现 恒生指数半日跌374点,报17636点 成交额方面有424亿 期指半日跌334点,低水27点,报17609点 成交额方面有50556张 国企指数方面跌341点,报8936点 跟正一下,期指跌332点,低水27点,报17609点 接着看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控半日跌6毫半做61.4 中移动升2毫半做77.2毫半 中行跌1毫1,报2.4毫6 公行跌2毫3,报3.8毫1 建行跌2毫6,报4.8毫2 港交所跌2.9,报115.8 新地跌2.3,报90元 长实跌2.2,报84.9 中银香港跌8毫2,报16.7毫6 刮寿升1毫2,报18.7 中海游跌3毫2,报12.9毫8 中石饭母喜跌7.6毫1 中国旅业跌2毫3,报3.05毫 中国海外跌6毫8,报11.1 最后腾讯跌1.4,报164元 接着看今日上市的两只新股 中国巷王3788和专业女运1235 我们先看看第一只 中国巷王3788 今日以招股价开出2.51毫1 最高见过2.58毫 半日收报2.4毫 专业女运招股价6毫3 今日股价以5毫6开出 最高见过5毫7 半日收报5毫3 两只都是持摸水 现在将时间交给Jeanette 继续看半日收市的表现 谢谢Lisa 身边的嘉宾有高级分析员 直耀辉先生 Stanley 你好 Stanley 快放假了 十一黄金周 不如同你看一下 珠宝中标股的走势 先看看 六幅做23.75毫跌超过9% 周生生16.64跌1.2 謝瑟琳4.35毫跌5千 警福集团做9毫半 暂时跌超过5% 东方标行做3.74 跌超过8% 英皇中标1.02毫跌超过9% 跌超过9% 迪生创建做3.8 跌1毫3 2千支标行方面做8毫7 暂时半日收跌7千 Stanley看到放假之前 整个板块做得不太好 急跌下来 这个板块你又怎样看 基本上看回一个 珠宝中标股的板块 本身在黄金周的时间 大家都会憧憬 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特别是受多一些内地的旅客 可能会来到更加干顾得多 一些珠宝中标 这类的车质品 可能会带动这个板块 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只不过根据金狗银10效应 你会看到流防本身 设计的情况已经不太理想 大家反而会担心 在这个效应之下 都未必能令各别公司 会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当然近日的金价 亦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都会拖略这个板块 可能一些市民 去购买黄金的意欲 整个来解 我觉得这个板块本身 大家还要留意住 在黄金周的时间 特别是黄金周之前的时间 本身有很多的店铺 你见到销售的情况 似乎都开始不做得太好 所以在这个黄金周的情况之下 你说解设 反应仍然不太理想的话 变成可能会拖累股价 大家中了一步的下跌 所以在现阶段来看 我都觉得这个板块暂时看 经过之前在今年年中的时间 到了高峰的时间之后 这段时间可能会开始转正 好,另外豪倒顾 今天表现都非常差 一起看看整个板块的表现 银河娱乐11.7跌超过12% 澳镑13.82跌超过10% 新豪国际5.43跌5.8 而信德方面2.93跌接近3% 永利澳门19.42跌超过14% 金沙中国18.92也跌超过12% 美高煤方面 美高煤方面10.3跌超过11% 是的,Stanley也看到了 豪倒顾方面也做得不太理想 什么都看到了 之前八月的博彩收益 都有接近248亿澳元 增长有57% 但今个月会不会增长都明显放缓呢 基本上如果你看到一个增长的数字的话 你会见到今年年初至8月一个弊分的数据 基本上无收益方面都弄得比较强劲的增长 甚至乎如果你看到首百个月的话 其实增长有四成六那么多 所以你会见到这个情况 如果带动了澳门博彩股 其实在这段时间都相当量的表演 但只不过也是相同的道理 其实有黄金周的效应 究竟对这个版法的帮助多大 似乎大家都不太乐观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内地的银筋开始 不断比较紧 今年来计算是一些市民 出外旅游的医护会不会降低 甚至乎大家都知道 本身黄金周的时间都是一个叫旺 因为传统上对于个别的版法 例如中比珠宝股 甚至澳门博彩股 是一个比较旺的时间 但如果在旺季情况下 愈出一个旺季不旺的情况 似乎会对于个别公司 今年下半年度的利用风比利坑率 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你会见到这个版法 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除此以外 在整体上 始终澳门博彩业没错 增长是相当快 但在打后的时间 其实他们面对竞争都不小 你会见到在很多的 其他亚太区方面 其实很多地方 陆续续续有更多一些 赌场也好 等于游赌场也好 陆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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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 所以变相 都会令到澳门 澳门这方面的地位 或者一些客源 所以如果再加上 一个全球性 一个经济 不是那么明朗的情况下 变相 都会拖累整体上 澳门博彩业收入的情况 所以你说 短期里面 我觉得都是要留意 究竟在黄金周的效应之后 能够帮助澳门博彩股有多少 但我自己看来 暂时也不是那么乐观 不是啊 看到银河娱乐 今天跌一成二 半日收 而880澳博控股 都是跌超过一成 那么多 现在这个时候 又好没有撩底呢 基本上你见到它的跌势 尤其是你见到近几天 或者说跌势也算是多全面 很多澳门博彩股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都反映大家对这个板法 似乎又不是那么乐观 所以即使你见到个别股份 其实在这段时间 都比较大的跌幅 甚至乎 你见到个别的公司 基本上它的RSI 就是相对强烈指数 短期里面都跌到一个超慢的水平 都反映到短期里面 不排除有技术性的反弹 但始终我提到刚刚那些比较大的因素 例如说在黄金属里面 可能那个客量 或者那个情况 似乎未到好像之前如期那样理想 以及又面对着很多可爱的竞争 所以在这个情况上看 我都暂时不太建议大家 在这段时间 加上这些股份 好,谢谢Stanley 再有点时间 恒生指数 是半日跌374点 去到17636点 问一下你意见 后市又怎样看呢 初步看回 其实都是受到一个外卫影响 特别是见到今天来计 一些内营股 都拖累了大事的表现 都反映回 你看回内地的经济 或者金融方面的情况 似乎又不是那么乐观 所以在这些因素的拖累之下 变成对港股 即使硬着来计 都似乎 似乎似乎 都不是那么乐观 但初步看 17500点这个位置 应该有个比较大的支持 不好 都留意17500点这个水平 谢谢Stanley 今次节目差不多了 做回申报 以上提及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都没有持有 谢谢Stanley 一点半会和大家聊天 稍后再见